接著是袁彈銘 GGLI社會科學院石師臣 各位大家好 我是1999年畢業 于衙衙衙學院的袁彈銘 当然大家在电视画面 可以看到一些獨裁社會式的秩序 獨裁社會式的一些鎮壓學生的片段 很深刻 香港大學我不想它變成海洋公園 我作為1710後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見過以前的海洋公園 以前的海洋公園是很優雅的 雖然你看到沒什麼玩 可能垃圾很懶惰 但是海洋公園是一個公園 是可以讓你自由自在周圍行的公園 但是現在的海洋公園 沒有什麼叫海洋公園 建造了一些很漂亮的東西 建造了一些消費品的東西 那條路是一條路 是窄到幾個人就已經失敗了 你不再覺得那是海洋公園 那個叫海洋商場 所以香港大學如果有一天變成海洋商場 大家是不是覺得很悲哀 其實在政治 其實很多人 就算是在教育設立的事 現在香港大學學生 或者是香港什麼都 對政治非常之不關心 好像一樣東西不關我的事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李克強說就是政治 這件事是在威脅我們每一個人的自由 我可以告訴大家 權貴在發賣香港自由 和法律的所有資產 去換取個人的利益 這是令我非常接吻的 所以記住,同香港大學的學生 除了坐在這裡 聽我在這裡說話之外 聽所有人說話之外 最重要是甚麼 就是參與 兄弟,高成的人 我以為他大推 2011、2012 這兩年的選舉 是將會奪定了香港將來 自由、民生的命運 那就來幫到立刻 rigid動作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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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